大家好,我是東一走橋的鮑勃 福岡市為九州最大的城市,也是日本第五大城 市區有超精彩的公路區 好吃的豚骨拉麵 美麗的清水公園 周邊也有日本最大的景點太宰府天滿宮 稍遠一點的話還可以到北九州市 甚至山口縣 本支影片鮑勃就來教大家怎麼利用三天的時間 玩福岡、太宰府以及北九州市吧 福岡市為九州最大的城市 可以讓人逛到腿軟的天神區域 運河成了精彩水舞秀 悠閒的大好公園一帶 無敵美景福岡塔 豚骨拉麵真的超棒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著重在福岡市區 雖然福岡有158萬人 但很多景點都在博多車站附近 福岡地下鐵機場線的這幾站 腿力不錯的話 大好公園到博多這一帶用走的也可以 假設我們住博多這一區 飯店吃完早餐 我們從博多搭車10分鐘左右 來到大好公園這一帶 趁商店開門前先去喝杯咖啡逛逛逛公園吧 大好公園位於福岡市的中央區 離逛街聖地天神這區只有一兩站的距離 搭車不到10分鐘 走路大概只需要20分鐘左右 星巴克就位在大好池的邊邊 包伯覺得這間店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地理位置 像是都市中的綠洲一樣 開在池畔 給一種親友感 店外本身採用低調的咖啡色 跟後方的綠葉融合像是一棵大樹 除了跟公園景觀很大以外 家電跟很多星巴克一樣 使用愛護地球的材料 內裝跟外面一樣使用大量的木頭製作 前方有大片的落地窗 可以直接看到池塘 後方也有小片窗戶可以看到綠樹 店內窗明激進 使用大量的自然光點亮整間星巴克 讓人感覺舒適且節能環保 今天天氣也好所以我們選擇坐在室外的座位 邊喝咖啡邊吹風 看著福岡的在地人跟旅客享受悠閒的時光 總面積約39.8公頃的大豪公園 比大安森林公園大了三分之一 其中約22公頃的池塘為最大的特色 也是日本較少建的水井公園 是11世紀福岡城築成的時候 將當時博多萬河口裡部分也埋起來而成的 有時間的話大家可以走到池中藥的小島三個步 提到大豪公園就不得不提一下旁邊的武賀公園 也是福岡城階所在地 雖然天守閣已不復存在 但園區還是保留當初的城牆以及建築 大家可以走到天守台觀賞公園跟市區美景 這裡也是櫻花盛地 推薦春天的時候拜訪 離開大豪公園這一帶現在也是商店開始營業的時候了 我們就來好好逛一下天神這一區吧 鮑勃中午想帶大家去吃無敵爆排隊的豚骨拉麵一雙 但為了避免花太多時間排隊我們下午再過去 如果肚子餓的話大家就先在天神這一帶吃小東西 天神這一帶真的是逛街天堂 如果你要逛百貨公司的話這裡有超多間 吃到大家的三月或者Particle等等的百貨公司讓你逛到爆 如果想要找小店的話可以在大明這帶尋寶 古卓店也是不錯的選擇喔 不幸遇到下雨的話 600公尺長的天神地下街也有150家商店讓你逛到爆 商店街有著19世紀的歐洲風格 三個步也不賴 不是那麼喜歡逛街當然是想在市區散步的人 鮑勃推薦一路散步到天神中央公園這帶 看一下Arcross福岡 這棟長板樹的建築真的很微 是以山為概念 那整棟的建築綠化 大家還可以爬爬山享受一下城市綠洲 過個橋我們就到中洲這一帶可以參觀一下國指令中央化財 明治時代建立的舊福岡縣工會堂貴賓館 再經過福伯德愛橋我們可以沿著河畔散步10分鐘左右來到了博多運河城 這裡是一個非常大型的購物中心就開市中心 除了非常好逛然後建築設計美觀以外 這裡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他們的水舞燈光秀 每個小時都會有一次 搭配當今最流行的歌曲 配合著精彩的水舞 完全不逛街在這裡看水舞也值得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三四點左右 大家應該也餓瘋了 我們就來吃個中餐吧 來到博多車站附近的一雙拉麵 可以說是福岡最有名的臀骨拉麵店之一 要有排隊一個小時左右的決心 當然如果你挑比較不熱門的時間就會人少一點 拉麵的特色是密度很高 以及讓餘韻有醇的臀骨湯底 使用國產的豬肉長時間熬煮 由於濃厚然後帶著泡沫 被拉麵愛好者稱為像卡布奇諾一樣的湯底 搭配知名麵店至麵屋慶食量身打造的麵 以及超好吃的叉燒等等素材 以及非常友善的服務 不愧對超好吃排隊明天的稱號 現在時間已經6點多了 我們搭巴士25分鐘前往福岡塔看看夜景吧 福岡塔位於早梁區 是一個高234公尺的電波塔 瞭望台位於123公尺之處 可以看到很棒的海景 向上福岡市區的景色十分的浪漫 看完夜景我們搭巴士25分回到中州這代 現在應該有點小餓 我們來吃這裡知名的屋台 就是開在路上的小攤飯 販賣不同的料理 這區我們白天的時候有走過 但那時候看起來就像是一個普通的河濱公園 晚上搖身一變就變成屋台村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料理吃 但在屋台吃飯的時候有一些禮儀要注意 大家可以上網查查看 我們今天的行程就在這裡結束囉 門司港的復古風情 盤護市場的超級新鮮海鮮跟河豚料理 改變歷史的馬關條約簽約之地 連結九州跟本州的海底隧道 拜訪日本城堡 在市場吃丼飯 今天的行程真的很棒 第一個行程就往門司港出發吧 門司港開港到現在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了 整個區域充滿了明治跟昭和時期的西式建築 讓我們吹著海風好好享受這個區域吧 這裡位在北九州市的北端 也是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從福岡市博多大城新幹線 轉達電車 只需要40分鐘左右 從北九州市最大的車站、小艙車站 出發 也只需要10多分的車程 這裡與本州的山口線下關市中間 只有隔著關門海峽 兩個地方非常的接近 雖然我們剛到門司港 其實第一站要前往下關市 因為那裡有超棒的魚市場 所以早上去吃 最新鮮可口 我們從門司港乘船五分鐘 就到唐戶市場 這裡又稱作關門的廚房 因為明治時代 這裡是海外貿易的興起 讓人口聚集 久有久之 就有了新鮮的魚菜市場 這裡早上就已經人潮洶湧了 大家聚精會神挑選 花蒜新鮮的壽司 生魚片 河豚人料理 或是海鮮丼飯 買完之後就可以直接坐到海邊吃 邊看海邊吃海鮮 是市區無法體會的爽感 如果你想要吃河豚人料理的話 可以在塔培勒菇2021定時 是百名店市場食堂Yoshi 試試看各種不同料理方式的河豚 肉質鮮美 而且價格非常合理 一兩千日圓 就可以吃到高級的河豚料理 離開市場 我們就在下關周邊逛逛吧 1906年建立的舊下關英國領事館 為國家中華文化財 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領事館建築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兩層樓不會很大 包個十幾分鐘就可以逛完了 日清獎和紀念館為日本有型文化財 重現了改變我們歷史馬關條約的情緣之處 關門隧道是連接本州跟九州的海底隧道 1958年建造完成 這裡可以讓人走過去 全長780公尺 你可以地下五六十公尺的海中 來回九州跟本州的界線 蠻有趣的 我們走回北九州後 再度回到了門司港這帶 接下來到下午三點左右 大家就在這個區域好好來旅遊吧 門司港車站建於西元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華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 馬上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式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也由咖啡來傳達歷史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的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正時期都留下來的呢 門司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後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的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admark一樣 非常的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區使用福岡產的苦鈴所設計 木質調的深色座位跟黃白色調 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司港retro 充滿了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司港的歷史氣息 這也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兩百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景點可以參觀 中華化財就門司三井俱樂部於921年 作為三井物產的接待和住宿設施 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1922年愛因斯坦夫婦也曾經住過這裡 沿著海邊悠閒的散步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地標建築 比方說建於1927年登陸的行為化財 北九州市舊大阪商船 或是北九州市立國際友好圖書館 是日本最大可以讓人行走的吊橋 就是有船經過會升起來的那種 據說因為很浪漫讓這裡成為戀人聖地 想要從另一個角度觀賞門司港的美景 可以登上門司港的レトロ展望室 可以從標蓋百公尺31樓觀看美麗的門司港景色 由於周邊沒有大樓 那也可以無遮蔽地看門司港、海景 以及對面的下觀室 九州鐵道紀念館是一個鐵道迷不能錯過的景點 展示區展示了九台二世紀不同時期的列車 其中1937年的Kiha 42055號 也是日本的中央五花財之一 迷你鐵道公園可以讓家長帶小朋友 體驗搭電車的樂趣 本館的明治時代客車可以入車廂體驗 二樓也放了許多重要的鐵道文化財 本館本身的建築本身也是一個文化財 離門司港只有一個海峽至格的下觀室 也有很多好玩景點 唐戶魚市場可以平移價格吃到新鮮海鮮以及河豚 也可以拜訪影響歷史馬關條約的簽約之處 離開門司港我們搭乘電車回到小倉 這裡有幾個不錯的景點可以參觀 這裡是今天精彩行程的最後一站 大家可以自由安排這一區景點的前後順序 位於商店街內的洗肉壓貝卡裡的煉乳麵包或是奶油麵包 真的超級好吃 包伯拜訪這裡兩次過 商店街很大很好逛 如果不想逛街的話沿著河畔散步也不錯 蛋過市場又稱為北九州的廚房 是一個有百年歷史的市場 有一百多家經營鮮魚、蔬果、筋肉、熟食的店鋪 這裡最好玩的是大學堂的大學凍 現在大學堂買好米飯後 到市場各家店去購買食材 買完之後回到大學堂幾個想要自己設計的凍飯 有點像是網上疊了便當的概念 小倉城是北九州市最大的地標之一 也是福岡縣唯一的一個天守閣 原本建立於西元1602年 天守閣於1959年重建完成 大家可以在城區散步或到天守閣360度 觀賞小倉這一帶的景色 今天的行程就要小倉結束囉 泰宰府天滿宮這代 是九州最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每年約有850萬人參拜 周邊的商店街也有超多美食 可以享用 知名的星巴克也在這裡 晚上搭配福岡名物水翠料理 然後在博多周邊逛逛 結束精彩的一天 我們一早大概九點就出發到泰宰府吧 泰宰府位於福岡縣的中部 距離福岡市東南方約16公里 從天神搭車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大部分的景點都聚在車站附近 挖個幾個小時在這裡來想充實的旅遊吧 我們從車站一出來 首先迎接我們的就是天滿宮參道 是前往天滿宮之前的商店街 在400公尺的道路上走過80家店 雖然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充滿特色的商店可以讓你一次逛得開心 比方說超人氣的星巴克泰宰府天滿宮表參道店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這家店的基底色調和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衛員物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長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然上午拜訪太宰府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中了代表太宰府添滿功的梅術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創業100年的卡三東亞應該是太宰府名產梅之餅最有名的店 梅之餅可以說是紅豆餡餅 卡三東亞使用手工化,加上自動化設備 確保質跟量都一定的水準 吃起來甜甜QQ,然後外皮很脆 天山的鬼瓦摩拿卡非常的知名 有一次超大DX草莓大福夾心餅 不但大又甜,也超級適合IG打卡喔 竹子安是一家漢堡店 特色是炸雞漢堡以及炸雞 雞肉炸的酥脆不油膩 福岡產的食臼有碗小麥 讓麵包皮吃起來非常的實在 福岡之名的明太子店在這裡也有分店 大家可以點一杯明太子茶泡飯 享受溫和但帶有點微辣的特別食感 離開餐到我們來到太宰府添滿宮 這裡創建於西苑99年 所祭祀的是學問之神尖元道真 所以也是烤生祈求合格的知名神社 經過新自持的太古橋 我們可以看到美北的紅色樓門 接下來繼續往下走 我們來到了本店 本店為中央的化財 鑑於西苑1591年 為日本桃山時代的豪壯華麗樣式 我們就來此求好運吧 鮑勃最喜歡鼻腫附近的小山丘 這裡有小小的瀑布 然後往上爬還可以游上往下看天滿宮的景色 從倉普池走過幾分鐘 我們通過一個很長的手幅梯 來到九州國立博物館 這也是繼東京、京都、奈良後的第四個國立博物館 設於2005年 這個博物館有亞洲的歷史觀點 看日本文化 簡單來說這個博物館也很適合非日本的觀光客參觀 以中間的展場為主 加上另外11個小展場 每個小展場都代表不同的年代 很好懂 館藏也有非常多珍貴的國寶跟文化財 逛完太宰府這區域時間也漸漸傍晚了 我們回到市區吧 大家撤到中州這一帶 來吃正統的博多水炊鍋當晚餐 鮑勃覺得都難得到這裡了 要吃就要吃最有名的店 我們來吃博多、味醋、伊豆哈吧 這家地在塔北都會有超高的3.85分 在Google map上也有4.2分的好評 招牌料理為水炊 簡單來說就是雞肉高湯火鍋 湯雖然看起來很清 但實際上有非常濃郁的味道 然後加上雞湯煮出來的柚花雞肉、雞糰子 以及各種不同的蔬菜 太棒了 這家店開業已經60年了 創業之初就秉持了極度講究肉類和蔬菜等各種食材的理念 雖然日本有很多家店都有水炊鍋 但食材跟60年來的細心烹煮方式 讓這家店成為福岡 甚至全日本最有名的水炊鍋店 讓我們就在這裡慢慢仔細的品嘗晚餐吧 吃完晚餐我們就從中洲這一帶慢慢的散步到博多車站 一路上可以經過夜晚的河畔 也可以看到運河城的水舞秀 如果到博多車站還有點時間的話 還可以逛一下車站大樓百貨公司 或是看一下燈飾結束精彩的行程 地keit等下馬或是屁股分 燈飾結束 假金居月